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Sara Art Studio,我是Sara 今天我会带大家一起来画一个秋天的风景 我们使用的材料是丙系颜料,acrylic paint 首先呢,我们拿到一个浅蓝色,加一点点水,如果颜料太干的话 然后把这个蓝色呢,涂在我们的画面上面 我们今天要整体的把这个天空涂成一个蓝色 可以颜色略有渐变 所以在涂的时候呢,把这个蓝颜色尽量涂得均匀一点 顺着一个方向左右的涂,把这个颜色给涂均匀 那么蓝色作为我们画白天的时候经常用作天空的颜色 画的过程中呢,可以像我今天这样平着刷 也可以以中间为圆心啊,一圈一圈往外刷 今天我采用的是平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画天空颜色的时候呢,要有耐心一点一点的把天空的颜色画好 尽量画的均匀一点 天空颜色画好之后呢,我们拿出一个海绵 把海绵的一些尖尖的部分去掉 变成一个比较圆的一个面 占去一点点白色 在旁边,把这个白色在海绵上拍均匀 轻轻的按压在我们的纸面上 注意不要按得太紧 因为云朵本身呢,就是续装的 所以当我们用海绵来画这个云朵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轻柔一点 云朵的排布呢,也不要太均匀 让有的地方云彩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 再拿出一支小笔,占取黑色或者深棕色 来画树枝 画树枝的时候呢,靠近纸外面的地方粗一点 靠近纸中间的地方,线条要细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风景呢 是我们站在树林中间仰头看天空的时候 我们周围的这些树枝 上面有各种彩色的叶子 我们想画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只画头顶的树干和树枝 树枝的分颤呢 让越靠近,越靠中心呢 越细,越靠页面外面越粗 让它们呈放射状的这么一个排布 所有的树枝,树叉都指向画面的中心 秋天的树叶颜色非常好看 是各种深深浅浅的红色,橙色,黄色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颜色 用小笔,蘸去颜色来点在我们的树枝上 来作为树叶 点的时候呢,轻一点 否则这个点呢,就会太大啊 我们今天画这个树叶的时候 就要注意 靠近树枝的地方多一点 离树枝远的地方少一点 因为树叶呢,是长在树枝上面的 所以要靠近树枝的地方要树叶多 离树枝远的地方呢,树叶要少 注意点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洗笔 我现在用的是红颜色 我把红颜色点在树的最高处 因为呢,它最高处呢,是颜色最先变的哈 然后之后呢,我给它加上橙色 也不需要洗笔 因为如果这个笔上有 同时有红色和橙色呢 这两个颜色因为很相近 所以是协调色 也可以直接画上去 那么颜色有不同 还能够画出更丰富的渐变效果 所以是OK的 所以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把颜色给点上去 尽量点的颜色丰富一点 用同样的方法 把更多的颜色点在我们的画面上哈 注意离我们纸边近的位置啊 也就是如果我们仰头看天空的话 离我们纸边近 也就意味着它离我们的眼睛更近 离我们的头更近 所以呢 越靠近外面 这个点可以略微的稍微大一点 靠近纸边的时候 这个点可以稍微大一点 画这一步呢 特别考验大家的耐心啊 一个是要把这个点 直上直下的点 不要画出长的线 再一个呢 就是不要着急 不要点不了几个就不想点了哈 因为树上的树叶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多点几个点点 你点再多都没有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点的太少 感觉像是树叶已经落光了 我们这一次绘画 我们这一次绘画采用的材料呢 是丙烯 那丙烯呢 有一定的遮盖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把它往上画哈 丙烯的英文名字是acrylic paint 所以我们就重复这个点的动作 把这个树叶呢 点在画面上 点的越丰富 越好 点小一点 点颜色丰富一点啊 好 重复这样的步骤呢 我们一幅往天上仰头看 看到天上有很多丰富色彩的树叶的这么一幅画呢 就马上要完工了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节课的内容 Sara老师呢 还有很多精品小班课在等待大家 希望大家跟老师联系 老师的微信是 SARAZHENG521 欢迎大家跟老师私信联系 可以把你画的画发给老师看 老师会给你讲评哟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到这儿基本上就要结束了 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和大家一起面对面的画画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Sara老师的这个视频 关注和订阅Sara老师的YouTube频道 Sara R Studio 那么下一次呢 老师再有更新的时候 系统就会自动的提醒你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